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51年6月 第五次戰役結束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 中朝軍隊並肩作戰 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南北地區 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爭形勢 迫使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 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 眼看勝利無望 美國政府只好坐到了談判桌前 1951年7月10日 朝鮮停戰談判在開城舉行 談判中朝中方面提出 以三八線作為軍事分界線的合理主張 美方則無理要求 將軍事分界線劃在朝中軍隊後方 數十公里處 企圖不戰而攫取 1.2萬平方公里的地區 理由竟然是聯合國軍的海空軍優勢 應該得到地面補償 這一無理要求 當即遭到朝中代表 理所當然的有力駁斥 在數次靜坐談判後 美國人沉不住氣了 他們狂妄地宣稱 讓炸彈 大炮和機關槍去辯論吧 於是從8月18日起 敵人同時發起了地面攻勢和絞殺戰 企圖以軍事壓力迫使朝中方面 接受其談判中的無理要求 停戰談判期間 志願軍沒有絲毫放鬆 前線各部抓緊時間積極備戰 時刻準備著戰鬥的再次打響 當初當兵我就做好了準備 命就交給了國家 共產黨的部隊 打仗帶頭工作 什麼都要帶頭 有共產黨不帶頭不行 他說你幹嘛我幹 李延年時任志願軍第47軍 第140師第418團三營七連指導員 雖然只有23歲 卻是一名身經百戰 軍政素養過硬的連隊指導員 1945年在東北參軍的李延年 當過警衛員 參加過遼審平津戰役 在湘西山區和土匪鬥智鬥勇 多次立功受獎 解放戰爭期間 還曾在東北軍政大學 進行過系統的軍事學習 是部隊裡難得的優秀人才 奔赴朝鮮戰場後 擅長做思想工作的李延年 每次戰鬥前 都會把戰士們鼓舞的摩拳擦掌 李延年所在的志願軍第47軍 很快迎來了戰爭的考驗 1951年9月30日 時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李其威 批准了一項名為 突擊隊行動的作戰計劃 計劃由美第1軍指揮的4個師 和美第9軍指揮的1個師 在10月初發動一次縱身為10公里的 有節制的進攻 10月1日 時任美第8集團軍司令官的 范弗里特 迫不及待地下達了秋季攻勢作戰命令 又一場惡戰打響了 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大舉侵犯 志願軍一線各軍根據指示 開始進行秋季防禦作戰 志願軍第47軍防區 是敵人的重點進攻區域 從10月3日開始 敵軍集中6個團的兵力 在100餘輛坦克 40餘甲飛機 和10餘個炮兵營的支援下 向第47軍防守的南崎高座洞 北至天德山的30公里防禦正面 發動主要突擊 作為軍預備隊 戰鬥頭一周 李延年所在的第140師 並未與敵人直接交鋒 在瞬息萬變的戰場 交戰雙方的目光 逐漸聚焦在了天德山以西的 346.6高地 爭奪高地的戰鬥 既慘烈又悲壯 原本在這裡防守的第47軍 第1390第416團參謀長趙真 率領五個牌 與美軍一個團的優勢兵力 殊死拼殺 從10月7日凌晨到下午日落 連續打退美軍十多次衝鋒 最後在攻勢全匯 彈盡良絕 通信中端的情況下 發起絕死衝鋒 最終全部壯烈犧牲 此後雖然高地又幾次一手 但戰至10月10日 346.6高地依然被美軍所控制 李延年要啃的 就是346.6高地 346.6高地有五個山頭 乘一次型排列 其中第五個山頭是竹峰 這座高地戰略意義十分重要 1951年10月10日深夜 李延年所在第140師 接替第139師 繼續對美軍控制的346.6高地 實行反擊 作為主攻部隊 第418團三營的進攻部署為 9連從左翼進攻為主攻 7連從右翼進攻為助攻 8連作為預備隊待命 起初7連有些戰士對自己不能打主攻 牢騷不小 對戰士們的怨言 李延年反江一軍說道 發牢騷算什麼本事 有本事地把助攻打成主攻 面對武器裝備優於自己的敵人 亡目瞞幹只會犧牲更大 戰場經驗豐富的李延年 首先對高地周圍的情況 進行了細緻觀察 他發現346.6高地幾方一側 有一條小河流經 越過小河 山前有一片脫度平緩 縱深約300米的開闊地 要攻佔這座高地 無論是助攻連還是助攻連 能否順利通過這300米的開闊地 是成敗關鍵 當時敵人每隔三分鐘左右 會進行一輪炮擊 炮擊間隙就是攻上高地的 最佳戰機 在路上走啊 都是四路 一上就是一個牌 一個牌 一犧牲十個人 上那麼十多個 我是這怎麼整 所以我都做了規定 夜間五米 四個也不能距離高地短 如果是那個炮彈 打到我這個隊伍裡邊 我只上一個 十月十日當晚 李延年和戰友們 開始了行動 行動中 每當敵人的炮火 鋪天蓋地的飛來時 七連官兵都會就地握倒隱蔽 每當炮擊停止 又會一躍而起迅速前進 一停一動間 七連很快接近了敵軍陣地 一番戰鬥後 先頭班一舉拿下第一個山頭 還攪握了輕重機槍各兩艇 敵人被神兵天降的七連震住了 緊接著第二第三第四個山頭 也紛紛被攻克 眼看只剩下最後一個山頭 但此時擔任主攻任務的九連 卻僅僅上來了一個班 七連是主攻連 我們是次要的 結果九連傷亡大 八連傷亡也大 所以七連是主攻連 成了主攻連 原來在通過開闊地時 擔任正面進攻的九連 被敵軍炮火覆蓋 傷亡很大 就這樣七連的主攻 當真打成了主攻 李延年二話不說 率領七連向主風發起了衝鋒 並最終一舉拿下346.6高地 勝利收復陣地 但就像前幾天 346.6高地 不斷一守的戰鬥一樣 如何守住陣地 才是真正的考驗 此時經過激烈的戰鬥 七連以戰鬥艦員 百分之二十以上 雖然一名牌長和一名班長 不幸壯烈犧牲 但班牌建制還比較完整 就此三營指揮部命令七連 因其他連隊傷亡較大 他們要擔負壓力最大的主風 和第四個山頭的防禦重任 另外三個山頭 則由兄弟連隊負責 惡戰前 李延年一面清潔人數 爆砸受傷人員 一面要求各排各班 抓緊時間修住攻勢 檢查彈藥 10月11日天亮後 美軍八架飛機 向346.6高地上輪番投彈 地面部隊 則出動了一個營的兵力 在二十多輛坦克 和近十個炮兵群的活力掩護下 發起猛烈反撲 張派長我們都一起警官班的 我們這個山頭 他這個炮彈槓一打 我就跟夏跑 我說你趕快趴下 我這花還沒落一個炮彈 就砸到他頭上了 兩邊了 騎上那個戰士 扶上那個戰士 在持續戰鬥中 七連連長劉鳳晨被調回營指揮部 擔任代理參謀長 副連長則受傷撤離戰場 高地上 連隊的軍政工作 全部落到了李延年一個人的肩上 在意外貧乏 艦員較大的激烈戰鬥中 時刻保持部隊建制尤其重要 戰鬥間隙 事無據悉的李延年 甚至提前指定了各班 排幹部的臨時接班人 在這個過程中因為傷亡比較大 所以李延年對李延年的整個組織指揮 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李延年在這個過程中 指定了16位連排班的接替名單 在與敵軍的反覆爭奪中 七連的幹部和戰士們傷亡很大 與上級的通信線路也被炮彈炸斷 即便如此 沉着冷靜的李延年 依然有條不穩的組織部隊 追悼烈士記錄戰功 同時不斷地調整戰鬥編組 協調兄弟連隊 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敵軍進攻 第一個坑道呢 裝一個牌 一個牌 一個牌的上面是一個班 一個班的上面是一個組 到第四個是戰壕 一個人 就這麼打 把我們自己的戰鬥 但要收起來 把敵人的前沿的手間 和手間繼續打 隨著戰鬥的深入 激戰至十一日下午 七連剩下的戰士 只能編成四個班 李延年用高超的指揮才能 與動員工作 穩定軍心 鼓舞士氣 每次戰鬥前 李延年都會鎮臂疾呼 號召大家 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指示 要為祖國和人民燃起鬥志 更要為犧牲的戰友報仇 人在 鎮地在 只要還有一個人 也堅持到底 李延年這樣的指導員 好多都是解放戰爭時期 入伍的病 我打這一仗 我打的是誰 打的是誰 我們要達到什麼目的 他有什麼優勢 他有什麼弱點 我們有什麼優勢 我們有什麼弱點 除了這個政治動員 就是要求 我們要達到我們的目的外 他也幫助政治工作人員 盡量幫助部隊 和廣大官民解決實際問題 怎麼防炮 敵人炮很厲害 我們冬天野外路有的 怎麼防洞 怎麼能吃上熱飯 都是發動廣大官民 來討論這些問題的 很快 敵人第五次進攻開始了 這一次 敵人吸取了前四次 一倍正面進攻的教訓 採用正面進攻 與與會包抄相結合的戰術 在飛機打炮一頓猛轟之後 從左右兩翼各派出一個連的兵力 展開進攻 對敵人進攻方式的變化 李延年早有準備 美軍第四次進攻失敗後 李延年特意加強了側翼防禦 同時再次整合部隊 又組成了一個新的 堅強的戰鬥主體 與敵軍繼續激戰 在打退敵人第五波進攻後 李延年第一時間發現 部隊的彈藥不夠了 於是他又帶領戰士們爬出戰壕 直接在陣地上搜尋槍支彈藥 不管是我們的好敵人的好 油彈藥都把它收集起來 收集彈藥繼續戰鬥 我們能把陣地奪回來 就能守得住 把陣地守得住 我們就是勝利 就在此時 施力的新電台 也及時送到了陣地上 打開電台 不等李延年 向上級匯報情況 便先受到了施首長的嘉獎 七連打得漂亮 立了大功 要繼續發揚 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 狠狠地打擊敵人 我市的炮火 會全力支援你們 要注意觀察彈灼點 並及時報告 七連官兵士氣大震 雖然簡援嚴重 依然堅守在各自陣地上 餘敵血戰 在敵人的數次進攻下 右翼陣地只剩下 藤桂橋一名戰士 看著陣地前 不斷湧來的敵人 藤桂橋橫下一條心 從途中 刨出兩根爆破桶 向敵群偷了過去 向敵群偷了過去 又上來了 這日怎麼辦呢 藤桂橋拿起來泡泡桶 然後和二十多個敵人 同歸一進了 所以這個藤桂橋啊 是我們聯隊的戰鬥英雄啊 師首長的關心鼓勵 戰友們的壯烈犧牲 李延年的沉著指揮 深深激勵著陣地上 每一名戰士的信 在精神和意識力的比拼中 戰士們堅持到了最後 10月11日天黑前 李延年指揮連隊粉碎了敵軍七次進攻 並牢牢拖住了敵人 當天夜裡 第140師第418團 以五個牌的兵力 在炮火掩護下 反擊上浦方下浦方的美軍 戰至12日胡小 全間美軍兩個步兵連 和一個火器連大步 打三十六的六之前 我們上去的時候 那個毛草很高 樹也很高 結果呢 打了兩天一 樹梗子都沒有了 草毛草全部燒過了 三四六點六高地爭奪戰 李延年先後五次重組戰鬥序列 始終保證了陣地上 有組織的連續戰鬥 在敵我兵力懸殊的情況下 先後擊退優勢美軍的 數次反撲 成為抗美援朝戰爭中 志願軍以少數兵力 取得進攻和防禦勝利的 成功戰力之一 三四六點六高地爭奪戰的勝利 打出了第四十七軍部隊的戰鬥作風 從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十八日 志願軍第四十七軍 連續同美騎兵第一師和美第三師 頑強擊戰二十天 最終成功挫敗了敵軍的進犯 以傷亡七千餘人的代價 必傷敵軍2.2萬餘人 至此聯合國軍在西線發動的攻勢 被迫停止 看到戰暴的彭德懷散揚 四十七軍打得好 打得英勇頑強 作戰很積極 1951年10月23日 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 授予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 一級國旗勳章 彭德懷在授勳時說 抗衛援朝已經一年了 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榮譽和功勞 應該歸於那些奮不顧身 英勇殺敵的 朝中人民軍隊的英雄將士們 這一天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 毛澤東主席強調指出 全中國人民在抗美援朝運動中 空前廣泛地團結起來 向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 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中國人民志願軍 代表著中國人民的偉大意志 與朝鮮人民軍一道 打破了美帝國主義 企圖侵佔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並進而侵入中國大陸的狂妄計劃 1951年10月22日 聯合國軍發動的秋季攻勢被粉碎 11月27日 美方不得不同意朝中方面提出的 以雙方實際接觸線為軍事分界線 各候撤兩公里為非軍事區的要求 達成了關於軍事分界線的協議 1952年 李延年被志願軍總部授予 一級英雄榮譽稱號 即特等功一次 並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二級自由獨立勋章 三級國旗勋章 從朝鮮戰場凱旋後 李延年並沒有脫下軍裝 而是主動申請調到廣西邊防部隊 直至離休 從解放戰爭到湘西剿匪 從抗衛援朝到衛國戍邊 李延年一生參加大小戰役戰鬥數十次 英勇無畏立下赫赫戰功 中國人民志願軍一級英雄 特等功臣這些軍人榮耀 卻被他小心封存很少提及 他不講衝了也不講 我問他我說你幹嘛不講 他說不講講得很難過呀 那麼多人死了 我活著 一講起來就看他們想他們 有時候他偷偷掉眼淚 他說這個人難看 什麼叫軍魂 魂是伴隨人一生的 不管在哪裡 他們始終把自己做為一個戰士 他們始終在戰鬥 在他們的餘生 我們也可以看到 離開了戰場 他們依然是英雄 依然在為社會 為人民做出他們的貢獻 這是以李延年為代表的 眾多抗美援朝戰鬥英雄 共同的特點 離休三十多年 李延年一直安靜地生活在這裡 1992年 李延年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 英雄代表團成員 重返朝鮮 他把中國的紅色三角梅 作為禮物帶到了朝鮮 這片他拋灑熱血 將臨東化為繁華盛開的土地之上 思緒總能穿越時光 回到臨金江派 那裡有聳立在他心中的 三四六點六高地 由他的七連 他的戰友 和抗美援朝保駕衛國的 蒸蒸誓言 我們這國家發展這麼快 我們今天生活這麼好 哪裡來的 是西層留學同志們換來的 現在你們都不在了 我活下來了 國家給我們這麼高的榮譽 感到慚愧呀 這功勞是什麼呢 就是一萬人們 群眾犧牲留學的功勞 他們們完成的任務 我們要繼續完成 他們要實現的目標 我們一定要實現 英雄的歷史 英雄的歷史 祖國沒有忘記 2019年9月29日 李延年榮獲共和國勳章 李延年 志願軍一級英雄 特登功臣 歷經戰火洗禮 舍生忘死 英雄殺敵 為建立保衛新中國 做出了巨大貢獻 六十多年來 擁保英雄本色 激勵官兵 使智奮鬥 李延年 超出了巨大貢獻 李延年